金针宝 你今天也想来送死 好 今天我们就成全你 藏马 救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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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慢着 上次你中了大还单的毒 是我的兵蝉救了你 这个人情你还没还对我的 你这是强词夺理 说起这件事 我并没有亏欠于你 如你能知错悔改 立即改邪归正 今天我也可以放你一马 谢谢 你练成太极十三世 果然不同凡响 现在决先已死 以后我再不上少林了 你能这么做 表明你已经有所悔悟 走吧 是 好一个君无戏言 军宝室 火狼 你我的恩怨暂且放在一边 我问你 少林和武当的弟子 是你杀的吗 这都得怨你 谁让你不早点出现 果然是你 今天我就要为惨死的兄弟们报仇 今天我就要为惨死的兄弟们报仇 culosis 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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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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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住手 师兄 军宝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走了吗 师妹 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 你走开 我刚才上山的时候 看见满山的弓箭手 武当已被进军包围 皇上要对你们不利 不可能 他们绝对不敢戏弄我 保护他 武当已被进军包围 清英 师妹 师妹 清英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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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可惜啊 朕并不想这么做 军包为朕所用的活 他就不会弄到这个地步了 毕竟我们还是兄弟一场 徐达 增派弓箭手 我不行了 不行了 你不会有事的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师兄 我走了之后 你们不要 不要再打了 好吗 好 师妹 我答应你 不报仇了 也不做什么掌门 我带你一起回大漠 好不好 啊 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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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要求 说吧 我不可以 再陪你了 我走之后 你把我 带回天山 葬在冰湖之地 使我的容颜不变 你 你就当我没有 离开过你 只在冰湖休息一会儿 我的灵魂 会永远跟着你 你记得吗 我说过 我连死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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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你 师妹 我 一 三 十 百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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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把她带回天山 埋葬在冰湖之下 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说吧 如果我死了 就把我埋葬在那湖畔 让我永远保护我师妹 好 好 张军宝 我就送你一上 day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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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师妹 若有一天我登了天下 我就把这武当山赐给你 让你作为大宗师大英雄 多谢诸兄赏赐 既然这样 这饼啊 我就自己吃了 好香的饼啊 荣儿做的 雪莹也会做 别跟我呕气了 来 吃饼吧 我是大英雄 让武当安享太平 但我可没说过 武当可以长存 张军宝 我不能让你在这里为所欲为 倘若你敢动武当的一草一木 不要怪我 不念及兄弟之情 我张军宝和全真教上下的弟子们 誓死保护武当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好 快去 何无所能 军宝 远昭他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他对不起沈荣 对不起沈万三 对不起你 甚至 他还对不起我 他确实可恨 可是 他不该杀 这些年来连年战乱 加上水汗蝗灾 大兴遭已苦不堪言 现在国家才刚刚安定 依然国平凌弱 急需休养涉心 如果你此刻杀了元璋 二十八路封王必定群起而造反 难免会陷入群寻逐入的局面 再加上这东张史城虽然已灭 但他残雄势大 尚有余党 还有北方 蒙古元顺帝一孽 西北野仙 瓦剌等强陵大族 纷纷崛起铁骑航行 代价十万 皆对我中原虎视眈眈 长思入寇啊 张大侠 如今天下苍生 真是皇台之挂 何看再宅 国家安定 方才有力名声 四季杀掉朱元璋 既于是无补 也只能徒天战乱 祸国殃民 况且他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登基以来 速谈长连 正直劣质 建立了规章制度 有板有眼 杀皇上容易 但就天下苍生 很困难啊 请大侠暂思 请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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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宝 我知错了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高台贵手 我会把我欠沈荣的 沈万三 还有天下人所有的情 都还给天下苍生的 相信我 相信我 朱元璋 朱元璋 我今天不杀你 全是为了天上的百姓 如果你不做个好皇帝 我还会来找你的 而且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皇上 这个张军宝 是在孝宝战国时代 鱼让失智 为治伯复仇 死缠要刺杀赵检子 最后是赵检子遂其所愿 让他刺激自己所穿的衣裳 是为基医 宋太祖赵匡印 因为罪斩功臣正恩 急得正妻陶三春大闹金鸾殿 宋太祖迫不得意 把龙袍脱下来 让陶三春刀劈泄愤 这就是 战龙袍 这就是 战龙袍 会不会有点 帝国人 会不会有点 如今 来 有点 可乐 会不会有点 会不会有点 好 来 走 兄弟 快走 就看你到底有多厉害 这老虎会飞啊 老虎一定是被人追杀 被人追杀的老虎 那追他的是什么 那肯定是狮子 你怎么那么笨 狮子会飞 那狮子会飞 等等 军宝 操宝 你们俩想干嘛 师父 你平常不是教导我们 路界不平要拔道相助吗 师兄 师父好像平常没这么交互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救人要紧 不是救人是救老虎 若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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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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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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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马 救师傅 嗯 行 好 好 好 一 好 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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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他 慢着慢着 上次你中了大环丹的毒 是我的兵蝉救了你 这个人情你还没还给我的 你这是强词夺理 说起这件事 我并没有亏欠于你 如你能知错悔改 立即改邪归正 今天我也可以放你一马 谢谢 你练成太极十三世 果然不同凡响 现在决先已死 以后我再不上少林了 你能这么做 表明你已经有所悔悟 走吧 是 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阴无大碍 师父多多休息 很快就会痊愈的 此次少林之节 多亏你前来帮忙 老大真不知道 该如何收拾残局 想不到这个文僧 竟然背叛少林 他如此深谋几率 究竟为了什么 此事本来十分机密 皆因大元朝 以日波西善 正所谓树倒狐孙散 宫中一些派系 内讧互斗 有几个人 逃到少林寺来避祸 为其又自相残杀而死 依下 一些无主对象 其中竟有一件 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 是啊 传闻谁得到此物 谁就可以做皇帝 此事只有老那清楚 所以此事我做得十分保密 不想还是让那个叛徒知道了 文僧这人早就野心勃勃 居心不良 是啊 他见利妄议 引来臣有量和风雪夜魔人 拷问老大和几位高僧 让我们交出传国玉玺 老那说什么也不能把此物 交给这一半人哪 现在他们毕竟溃败了 文僧也赔上了一条命 大老 好一个君无戏言 君宝师兄 既然皇上说君无戏言 那我君宝今日就要让皇上实现当日在武当山顶 对在下的承诺 君宝 你终于来了 是 朕是说过这么一句话 但是 你不记得了吗 你不为朕所用 是才傲物 拒绝朕送给你的武当长存和武当英雄的牌匾 你既然拒绝了朕的好意 那朕曾经说过的话 也就全部收回了 不过 朕念在你是朕的毅力的份上 还是会给你一次机会 火郎 刚才虚云不是说你武功难以服众吗 要不然和君宝比试一下 圣者 得武当 张军宝 你听见了吗 圣上命我们以武来定掌门 我早就想领教一下你的太极十三世了 顺便 我们的陈年老丈 也该清算清算了 火郎 你我的恩怨暂且放在一边 我问你 少林和武当的弟子 是你杀的吗 这都得怨你 谁让你不早点出现 果然是你 今日我就要为惨死的兄弟们报仇 我问你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 那帮你 我听见了 恨 dich的兄弟们报仇 债 我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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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就自己做了 你还可以出现 我痛分 我认为了 我听见了 你这些东西 占bery ulemon 走 住手 住手 师兄 军宝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走了吗 师妹 这是男之间的事情 你走开 我刚才上山的时候 看见满山的弓箭手 武当已被禁军包围 皇上要对你们不利 不可能 他们绝对不敢戏弄我 保护皇上 我走了 他 出门 快 请因 师妹 师妹 巡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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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可惜呀 朕 并不想这么做 军宝 朕 为朕所用的活 他就不会弄到这个地步了 毕竟我们还是兄弟一场 巡大 增派弓箭手 是 我不行了 不行了 你不会有事的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世兄 我走了之后 你们不要 不要再打了 好吗 好 师妹 我答应你 不报仇了 也不做什么掌门 我带你一起回大漠 好不好 军宝 巡映 我有个要求 说吧 我不可以 再陪你了 我走之后 你把我 带回天山 葬在冰湖之底 你 使我的容颜不变 你就当我没有 离开过你 只在冰湖休息一会儿 我的灵魂 会永远跟着你 你 你记得吗 我说过 我连死 都要 都要 跟着你 师妹 师妹 雪衣 雪衣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君宝 你答应过我师妹 把她带回天山 埋葬在冰湖之下 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说吧 如果我死了 就把我埋葬在那湖畔 让我永远保护我师妹 好 好 张军宝 我就送你一程 怎么回事 走 到我了 tief 到我了 来 好 没有 师妹 若有一天我登了天下 我就把这武当山赐给你 让你作为大宗师大英雄 多谢诸雄赏赐 既然这样 这饼啊 我就自己吃了 好香的饼啊 荣儿做的 雪莹也会做 别跟我呕气了 来 吃饼吧 我是大英国人 让武当安享太平 但我可没说过 武当可以长存 张军宝 我不能让你在这里为所欲为 倘若你敢动武当的一草一木 不要怪我 不念及兄弟之情 我张军宝和全真教上下的弟子们 誓死保护武当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军宝 我 军宝 他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他对不起沈若 对不起沈万三 对不起你 甚至他还对不起我 他确实可恨 可是他不敢杀啊 这些年来 连年战乱 加上水汗蝗灾 大兴遭疑苦不堪言 现在国家才刚刚安定 依然国平凌弱 急需休养生息 如果你此刻杀了元璋 二十八路封王 必定群起而造反 难免会陷入群寻逐入的局面 再加上 这东张史城虽然已灭 但他才雄势大 尚有余党 还有北方 蒙古元顺帝一孽 西北野仙 瓦剌等强陵大族 纷纷崛起铁骑航行 代价十万 皆对我中原虎视眈眈 长思入寇啊 张大侠 如今天下苍生 真是皇台之卦 何看再摘 国家安定 方才有力名声 四季杀掉朱元璋 既于是无补 也只能徒天战乱 和国殃民 况且 他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登基以来速谈长连 正直劣质 建立了规章制度 有板有眼 杀皇上容易 但就天下苍生 很困难呐 庆大侠暂思 庆大侠 下流亭 军宝 我知错了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高抬贵手 我会把我欠沈荣的 沈万三 还有天下人所有的情 都还给天下苍生的 相信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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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为了天下的百姓 如果你不做个好皇帝 我还会来找你的 而且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皇上 这个张军宝 是在孝宝战国时代 鱼让失智 为治伯复仇 思禅要刺杀赵检子 最后是赵检子遂其所愿 让他刺激自己所穿的衣裳 是为基医 宋太祖赵匡应 因为罪斩功臣正恩 急得正妻陶三春大闹金轮殿 宋太祖迫不得意 把龙袍脱下来 让陶三春刀劈泄愿 这就是斩龙袍 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说小河里的溪流 可以很轻柔 大海里的水就是波涛汹涌 冰川的水刚硬如铁 沸腾的水则是猛烈如火 真不愧是太极宗师 在下佩服 后会有期 请 当军宝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现在朝廷要替武当立个新掌门 太后了 朕早就想把你和西娇的婚事给办了 只是军务繁忙 一时耽搁了而已 现在也不迟嘛 不过朕需要你去一趟武当山 去武当 只要你把朕的事办妥以后 朕一定会把你和西娇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 皇上让我去武当是为了 朕要你上武当宣个旨 宣旨 沈姑娘 你马上就要成为贵妃娘娘了 赶紧接纸谢恩吧 民女不敢 沈姑娘 以前的事千错万错都是我常与春的错 你就别怪皇上 更不要再怪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了 我并没有跟任何人过不去 以前的事对我来说 已经是过眼云烟 你也不要介意 以后好好对戏娇 戏娇是个好女孩 是 我肯定好好对戏娇 可是 您要是不回去 我怎么跟皇上交差呢 你回去跟皇上说 我已经收下圣旨 收下皇命了 就这样 这样还不行吗 这当然不行了 沈姑娘你想想 你要不回去的话 我这叫有辱皇命有父皇恩 再加上我还等着皇上给我跟西娇主婚 你回去跟皇上说 我要把这个发簪送给西娇当贺礼 这家客栈真的是没有什么素宅可以吃的 要不然我去花园吧 那你自己小心点 怪自己不够小心 不然也不会让你跑到大牢里去救曹梦 我看还是尽快赶回武当吧 你这么急着回武当山干什么 我不要你回武当山 雪英 你不要这样 你没听柳生九兵卫说吗 朝廷有意提武当立个新掌门 你可以借此机会离开 你还会去做什么呢 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 倘若是真的 信掌门的人选会是谁 皇上心目中的人选难道会是火狼吗 谁做都可以 只要武当和少林弟子不再被伤害 没有无辜的人再受伤 你也不用再去担心 谁做掌门也有什么关系 是的 谁当掌门没有关系 但是我不希望武当成为朝廷的傀儡 那是一个灵秀清静的地方 倘若师父再听有灵的话 他也不会希望武当被臣俗所污染 军报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 你要陪我一起云游四海 你现在告诉我 是我重要 还是武当重要 玄英 那我问你 是左手重要还是右手重要 你不要跟我兜圈子 我没有跟你兜圈子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别无选择 武当和你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 不一样 武当只不过是权力的象征 但我 我是你的女人 你回答我 此时此刻 是我重要 是我重要 还是武当重要 如果我重要的话 我们就去云游四海 如果武当重要的话 我就回我的大漠 雪英 武当此时此刻需要我 我什么 我什么不跟我走 你不想和我一起远离争斗吗 雪英 你别走 只要我确定武当上下都安全 天涯海角 我都会陪着你的 是先生来早了 还是我来晚了 不早不晚 正是时候 我记得我和先生之间 好像没有什么来往 现在朱元璋贵为皇帝 你又身为军师 为何肯屈尊来找我火狼 当初你跟你师父来到中原的墓地 如今还在吗 当然 家师虽然已经过世 但我一定会完成他的遗愿 很好 当初前朝许你师父的 如今朝廷一样许你 真的吗 没错 但只是恐怕 武当上上下下 现在都听张军宝的 你要完成你师父的遗愿 恐怕要费一番功夫了 我火狼已非昔日无下阿蒙 区区一个张军宝 我还不放在眼里 太极十三世 并非浪得虚名 咱们走着瞧 很好 很好 那在下先告辞了 为什么把我送给你的簪子 转送给了西郊 因为西郊跟我情同姐妹 因为这簪子 曾经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曾经 那现在呢 现在你不需要了是吗 我曾经跟你说过 你要一直带着它 一直带着它 就算我死了 我的魂也会留在这只簪子里 陪着你 守候着你 难道现在你都忘了吗 我当然记得 所以我特别珍惜它 我把我最珍惜的东西送给我最珍惜的人 因为我不再需要它了 你不需要它了吗 好一句你不需要它 你不需要它 戎儿 戎儿 你告诉我 你真的不需要它啦 你是我呀 你不需要它 我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了 吴律 你真的决定留在这里吗 求皇上 成全容安 好 朕成全你 小姐 小姐 我求你跟皇上回宫去 你不要留在这里 我求求你不要留在这里 喜交 都这么大个人了 还这么孩子气 都快嫁人了 你不回去 皇上就要我留在这伺候你 你当道姑 我也要跟着当小道姑 我当了道姑 我当了道姑 那常大哥怎么办呀 怎么不开心 是不是她欺负你了 她没有欺负我 她也回武当 我阻止不了她 看来我和她之间 少不了一场恶战 师兄 我听说朝廷要替武当选心掌门 那个人 是你吗 师兄 你听我说 他们是想利用你 除掉军宝 等他们达到目的之后 就会掉过头来对付你的 朱元璋绝对不管对我这样 如果那样的话 我会让她付出惨重的代价 她现在是皇上 你拿什么跟她斗呢 说到底 你心里还是担心张军宝 是 我承认 我是担心军宝 但是 我也关心师兄你呀 你的心 真的被她一个人占满了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不会快乐的 师妹 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 就让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吧 好 我走 我永远都会记得 你是最疼爱我的师兄 徐达伯温哪 你们倒是跟朕说说看 如今你们眼中还有朕这个皇上吗 末将惶恐 请皇上息怒 你让朕怎么息怒 是不是让朕把这个皇位让给你做 末将该死 不过皇上 我这样做是为了皇上为了大明朝着想啊 皇上 请体谅我们的一片忠心 皇上 微臣这是暗示火狼 只有拿来张军宝的人头 才可以登上武当掌门之位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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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都亲自到武当山了 既然他心里已经确立了理想的人选 难道你想违抗圣意吗 拼倒不敢 这是全真教有全真教的规矩 规矩是人定的 我再告诉你 皇上除了要把沈姑娘带回宫里 策立为荣贵妃 还有就是 他要为你们全真教主持掌门继任大典 这是你们武当莫大的荣幸 你不要好歹不识 赶紧去准备吧 可是 还可是什么 可是这么短的时间 根本来不及通知武林各门派 谁让你通知武林人士的 那些人良友不惜龙舌杂楚 万一闹出个刺客来 你担待得行吗 再说有皇上为你们亲自主持大典 你们面子也有了 里子也有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拼倒不敢 快去准备吧 以免耽误了及时 是 神荣 我看你在这待了好久 看什么呢 看山蓝 看云雾 听风声 听落叶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呢 你的心看不见 自然眼睛也就看不见 那究竟是宫里好 还是山里好呢 这个问题 我想了一夜 其实 在哪里 都一样好 因为元庄心里有你 不管你在哪里 都是幸福的 对不对 他的心里也有你 你幸福吗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想过他了 不去想 这个问题 好像就不存在了 皇上就是皇上 他是天 是万民的天 他不会只对着你 也不会只对着我 我想明白了 无论 在山上还是在宫里 我还是我 你变了 变得好清澈 我真的好羡慕你 难道是这样的山 才让你修得这么灵修 可惜 你也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 修行 无处不能 当初上武当是为了逃避 可现在 我如果坚持留在这里 只会给武当 带来无穷的纷扰 到时还有什么领袖可言 随遇而安吧 我不执着了 一切随缘 军宝师兄 军宝师兄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快给我回去 事与师兄说 皇上打算立火狼 闻新人掌门 闻新人掌门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武当全真教 是受朝廷风赠 母历代黄恩 广宣教义 传善世人 文明 敬仰者 又何止千万 声势之浩大 教徒之众多 可谓旷古朔金 但自前任掌门 邱楚基先游之后 武当掌门之位 空缺无人 全真教 屡经磨难 众弟子 处于无首之态 朕甚是忧心 因此放置朱班国事不顾 致你们武当山下 轻命掌门 宣布 烈火教教主 火狼 忠于朝廷 吕剑功勋 为报奖其 卫国尽忠之为 命火狼 为武当山 第三任掌门 钦此 火狼 叩谢皇恩 我将尽毕生之力 遵从恩师一命 报效朝廷 万岁 全真教自祖师王重阳至今 武当掌门由上代掌门侵选 得全才兼备 文武双全者接管 而这位火狼兄 乃异教门主 他既不懂我教教理 也没有研究过我派的武功 如果叫他当武当的掌门 那么使我派施善教义 就不能广泛流传 这就有违圣意 弃武当全真教武功 而令救他们 恐难服众 万岁三思 俊云 你武功不高 胆子不小啊 你想率重 抗旨吗 拼道不敢 拼道只是求万岁 另选本门弟子 接管掌门 以安天下较重之心 好啊 好 俊云啊 你的意思是说 想另立武当弟子为掌门是吧 俊云啊 这武当 是以武学闻名于世 啊 你能告诉我有谁的武功 在火狼之上 有谁能够为朕所用 对朝廷忠心耿耿 既朕在这里 是传旨而来 不得而信 你可知道 君无戏言吗 好一个君无戏言 君宝师兄 是君宝师兄啊 既然皇上说君无戏言 那我君宝今日就要让皇上实现当日在武当山顶 对在下的承诺 君宝 你终于来了 是 朕是说过这么一句话 但是 你不记得了吗 你不为朕所用 啊 是才傲物 拒绝朕送给你的武当长存和武当英雄的牌匾 你既然拒绝了朕的好意 那朕曾经说过的话 也就全部收回了 不过 朕念在你是朕的毅力的份上 还是会给你一次机会 火狼 刚才虚云不是说你武功难以服众吗 要不然和君宝比试一下 圣者得武当 张君宝 你听见了吗 圣上命我们以武来定掌门 我早就想领教一下你的太极十三世了 顺便 我们的陈年老丈也该清算清算了 火狼 你我的恩怨暂且放在一边 我问你 少林和武当的弟子是你杀的吗 这都得怨你 谁让你不早点出现 果然是你 今日我就要为惨死的兄弟们报仇 我看你不早点出现 走 住手 住手 师兄 军宝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走了吗 师妹 这是男之间的事情 你走开 我刚才上山的时候 看见满山的弓箭手 武当已被禁军包围 皇上要对你们不利 不可能 他们绝对不敢戏弄我 保护皇上 让你 来 请因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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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可惜 朕并不想这么做 军宝为朕所用途 他就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毕竟我们还是兄弟一场 徐达 曾派弓箭手 是 师妹 我不行了 不行了 你不会有事的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师兄 我走了之后 你们不要 不要再打了 好吗 好 师妹 我答应你 不报仇了 也不做什么掌门 我带你一起回大漠 好不好 军宝 军宴 军宴 我有个要求 说吧 我不可以 再陪你了 我走之后 你把我 带回天山 葬在冰湖之底 使我的容颜不变 你就当我没有 离开过你 只在冰湖休息一会儿 我的灵魂 会永远跟着你 你记得吗 我说过 我连死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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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你 师妹 来 雪衣 雪衣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君宝 你答应过我师妹 把她带回天山 埋葬在冰湖之下 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说吧 如果我死了 就把我埋葬在那湖畔 让我永远保护我师妹 好 好 掌军宝 我就送你一程 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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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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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若有一天我登了天下 我就把这武当山赐给你 让你做个大宗师大英雄 多谢忠雄赏赐 既然这样 这饼啊 我就自己吃了啊 好香的饼啊 蓉儿做的 血鹰也会做 别跟我呜气了 来 吃饼吧 我是大英雄 让武当安享太平 但我可没说过 武当可以长存 张军宝 我不能让你在这里为所欲为 倘若你敢动武当的一草一木 不要怪我不念及兄弟之情 我张军宝和全真教上下的弟子们 誓死保护武当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军宝 袁昌他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他对不起沈柔 对不起沈万三 对不起你 甚至他还对不起我 他确实可恨 可是 他不敢杀啊 这些年来 连年战乱 加上水汗蝗灾 大兴遭疑苦不堪言 现在国家才刚刚安定 依然国平凌弱 急需休养涉兮 如果你此刻杀了袁章 二十八路封王必定群起而造反 难免会陷入群寻逐路的局面 再加上这东张史城虽然已灭 但他残雄势大 尚有余党 还有北方 蒙古元顺帝一孽 西北野仙瓦剌等强陵大族 纷纷崛起铁骑航行 代价十万 皆对我中原虎视眈眈 长思入寇啊 张大侠 如今天下苍生 真是皇太之挂 何看再摘 国家安定 方才有力名声 四季杀掉朱元璋 既于是无补 也只能图天战乱 祸国殃民 况且他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登基以来 速谈长连 整直劣质 建立了规章制度 有板有眼 杀皇上容易 但就天下苍生很困难啊 庆大侠暂思 庆大侠 君宝 我知错了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高抬贵守 我会把我欠沈荣的 沈万三 还有天下人所有的情 都还给天下苍生的 相信我 你快来 朱元璋 我今天不杀你 全是为了天上的百姓 如果你不做个好皇帝 我还会来找你的 而且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皇上 这个张军宝 是在孝宝战国时代 鱼让失智 为治伯复仇 死缠要刺杀赵检子 最后是赵检子遂其所愿 让他刺激自己所穿的衣裳 是为基医 宋太祖赵匡印 因为罪斩功臣正恩 急得正妻陶三春大闹金鸾殿 宋太祖迫不得意 把龙袍脱下来 让陶三春刀劈泄愤 这就是展龙袍 这就是展龙袍 展龙袍 这就是展龙袍 那是大尽 大尽 这就是展龙袍 宋太祖 第二就是展龙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此张金宝一名张三丰已是昨日种种一死 今后忘情弃爱 潜心太极 毕生贡献武当 世间任何事物都离不开道的轨迹 生老病死成败得失各有其道 人在尘世间打拼奋斗 也有其自身之道 来应付身边环境事物的变化 最终是量大福更大 既深祸更深 张三丰的太极十三世 历经多年来辗转流传 延生了陈家 杨家 及吴 孙 武 傅等各家各门支派 人才辈出既往开来 发扬光大 不但威震华夏 太极之风尽吹四大洋 武当门徒遍及七大洲 我们又岂能忘怀这一切 嗯